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支持阿富汗重建 集园两亿物资与疫苗 塔利班州二宣布成立阿富汗 伊斯兰酋长国临时政府之后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昨日就宣布将紧急提供 价值人民币两亿元的粮食 粤冬物资 疫苗和药品给阿富汗 其中包括了首批300万剂的新冠疫苗 王毅昨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 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他就说邻国之间 理应相互帮助 在对方有困难时伸出援手 除了以上的两亿物资之外 王毅表示在安全等条件具备后 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设 有助于改善民生的项目 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王毅同时也表示 塔利班因把最重要的广泛包容 坚决打恐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在临时政府期间 与各民族各派别积极互动 履行对外做出的承诺 争取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可 但是中国迄今必谈是否承认 塔利班成立的新政府 首次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由巴基斯坦外长主持 参与国家包括了中国 伊朗 塔吉克 乌兹别克 以及图库曼 塔利班发言人 穆贾西德周二就表示 塔利班最高领袖阿宏扎达 将与埃米尔 既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国家 从未公开露面的最高领袖 阿宏扎德首度发表声明 要求新政府维护伊斯兰教法 临时政府内阁要指 大都有在过去20年战事中 领导塔利班对抗 美国军队和政府军的老将出任 再来我们带您关注 塔利班说运动不是必需品 禁止女性参加 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瓦西克就表示 女性将被禁止参与体育活动 包括板球 瓦西克在澳洲SBS新闻 昨日播出的访问中就说 运动对于女性来说 不是必需品 她不认为女人会被允许打板球 因为女人没有必要打板球 她说板球比赛中 可能会出现无法遮住脸和身体的情况 她表示 现在是媒体时代 会有照片和影片 人们都会去看 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不允许妇女打板球 或进行这类会暴露身体的运动 阿富汗板球委员会去年 和25名的女球员签约成立国家队 相信委员会将继续向她们发放工资 不过 英国BBC上周报导就指出 这些女球员已经成为了塔利班追捕的目标 出于安全考虑 她们正在卡布尔逆场 而国际板球理事会ICC也表示 正在关注阿富汗局势变化 将在下一次的会议上讨论女子队 被禁赛及其对板球持续发展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 塔利班刚于周日下令 就读阿富汗私立大学的女性 必须身穿长袍 并且戴着几乎遮住全脸的面纱 同时严禁男女同班 或是至少以帘幕区隔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缅甸 缅甸示威者摧毁13通讯塔 图断缅军经济来源 缅甸影子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前天呼吁全国皆纲起义 向军政府宣战 引发内战担忧 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督促 缅甸各方不要使用暴力 以确保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由清明盟前国会议员组成的 民族团结政府发出人民保卫战号召后 缅甸多个地区 至少13座军方拥有的通讯塔 被反政变示威者摧毁 一名参与摧毁信号塔行动的军民就表示 他们是要摧毁军事业务 军方能够维持权力 全来他们旗下的业务 他们必须摧毁军方的业务 自缅甸陷入动荡以来 就一直领导亚西安 试图寻找解决缅甸问题 可行方案的印度尼西亚 昨日就呼吁缅甸各方不要动武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说 各方都应该把缅甸人民的安全和父子摆在首位 他指出 只有在当地局势稳定安全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才能够为缅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长期在边界地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少数民族武装部队 在民盟执政期间沉浸多时之后 近几个月来也频频对政府军发动攻击 偶尔也救助遭通缉的反政变人士 目前还不清楚民族团结政府号召起义 会如何影响这些武装组织接下来对抗军政府的方式 再来我们关注菲律宾参议员和议长宣布参加2022年大选 那菲律宾参议员潘菲洛拉格森和参议长艾德森索托 正式的宣布将以组合方式参加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 其中拉格森将成为总统候选人 那索托将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 这是第一个正式宣布参与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的竞选组合 那拉克森出生于1948年是菲律宾现任的参议员 曾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菲律宾国家警察总监 那拉克森曾于2004年参与总统大选但已失败告终 那索托出生于1948年至1992年至今 他已担任过世界的参议员 那于2018年开始担任参议长 新加坡旅游走廊计划启动1466旅客抵达 那新加坡民航局开放冠病疫苗接种者通行证申请至今 已发出1466张通行证给准备从德国和汶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那昨日100名已完成接种的旅客 曾达通过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从德国出发的首探航班抵达新加坡 那根据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短期访客和长期证件持有者需先申请疫苗接种者通行证 才能启程到访新加坡 那新加坡民航局就指出 截至9月7日晚上11时59分 1412名来自德国的旅客和54名来自汶莱的旅客 已申请到通行证 他们会在本月的8日至11月7日之间前来新加坡 那所有乘客出发前的PCR检测结果必须呈阴性 那抵达新加坡时在机场再次受检 那并在检测结果出炉前自我隔离 那通过旅游走廊计划从汶莱出发的首探航班 将于今日抵达当局指出机上预计有7名短期访客 以及5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第二批BioNTech疫苗抵达台湾 后续预计每周到货 那台湾第二批约91万剂的BNT疫苗 今天早晨5041分运抵桃源国际机场 那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及此际 共购买1500剂的BNT的COVID-19疫苗 首批约93万剂已于2日抵达台湾 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6日在脸书透露 客制化标签首批有望在中秋节左右抵达台湾 后续预计才每周70万剂至80万剂数量每周到货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马来西亚 马国首府将进入第二阶段复苏计划可跨线跨州 那么国首相伊斯迈·沙比利就宣布 把申和刘豫从9月10日起进入第二阶段 他在文告中说 雪州、吉隆坡和布城之间也可以互相跨越 政府不再设立路障 他说官病疫情管理特别委员会昨日就决定 把雪州、吉隆坡和布城结合成一个相同的疫情地区 因此这三个地区的人民可以互相拜访 不再设立路障 从9月10日开始 把申和刘豫包括雪州、吉隆坡和布城在进入第二阶段后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士可以跨线 远距离夫妻可以跨州、可以堂食 以及可以在州内旅游 包括在酒店和民宿住宿 伊斯迈·沙比利也说 至于还在第一阶段的州属 该委员会同意从9月10日开始放宽 运动、休闲和娱乐的标准作业程序 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州属进一步放宽允许理发店和美容院营运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泰国或为3岁以上儿童施打国药疫苗 国药疫苗泰国进口商BioGentec 与于上周向泰国食药监管委办公室递交了脱扩接种年龄限制范围的申请 逆降低接种准入门槛 从原来的18岁以上到3岁以上 那对此食药监管局将派出委员会小组、内部及外部专业人士 共同分析安全性、有效性 预计用时不超过30日 那对于此前 朱拉鹏王家学院宣布将于9月20日起 为10岁至18岁的青少年学生接种国药疫苗一事 目前处于分析审核阶段 那尽量会将审核周期控制在30天之内 预计可在20日前得出结果 那目前泰国共通过了辉瑞和莫德纳两种疫苗 用于12岁以上的儿童接种 那科兴疫苗也在进行儿童接种申请程序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